《 遺跡獵人》 Netflix 最近又為會員推出了一款手機遊戲新作 《上帝視角》射擊遊戲 《遺跡獵人 叛軍崛起》 我們要扮演前往尋找虛空之石的遺跡獵人 在途中遭遇了鄧肯帝國的偷襲 因此只好轉而加入叛軍的行列 在當地著名的幫助下 將能夠取得不少厲害的武器 這些槍械分成輕重重三種不同的作戰模式 要在戰場上快速的切換以應對不同的局面 除了爽快開火之外 在人物固定時槍械還會自動瞄準敵人 若此時開火還能夠造成額外傷害 但這將大幅影響你的走位 是要火拼一把還是靈活閃躲 就要根據戰況來自主應變啦